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避凶趋吉 秦始皇呢就着手准备出巡 这时小皇子胡亥来求见父皇 当下胡亥进来与父皇建立一臂 就跑上来猴在秦始皇身上 撒娇问道 父皇又要出巡 儿臣想跟父皇一起去 也见识见识异地风光 请父皇恩准 说着呢还晃着父皇的胳膊 这个胡亥是始皇最小的儿子 据说是一位胡姬所生 剩下他不久就去世了 秦始皇对这个小儿子格外怜爱 常常会把他带在身边 还特意把自己身边的宠臣赵高 派给胡亥做老师 那胡亥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 一点没有心急 每天里只是想着玩乐 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上 尤其是每日里看到父皇如此的辛苦 更不想做那个皇帝了 说起他的顽皮呢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秦始皇大宴群臣 那些大臣进殿前 把鞋子都脱了放在殿门外 这胡亥竟然把大臣们的鞋子 挑着那个好看的强眼的 都给踩上一脚 其他的皇子呢 是打死也不会这么干的 由此可见他的顽劣天性至一般 说起来这个胡亥 此时也已经二十岁了 按理说也不算小孩了 可是他就是顽童性情不改 一味的只是贪玩 始皇看着他心里想 嗯 带他去也好 随行中也可以看看他的脾性 如果可能加以培养 说不定可以立为太子 将来继承皇位 也未可知 于是呢就答应了胡亥 胡亥听后高兴的不得了 谢了父皇 连蹦带跳的跑出去 做准备去了 西元前二百一十年十月 也就是秦王朝的元月 秦始皇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巡游 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巡游 往西巡游到平原京时 秦始皇就病倒了 病情呢一天彼天沉重 到了转年七月秉银日 应该是秦王朝的十月 秦始皇驾崩在沙丘平台 也就是现今河北省平湘县东北 根据史书的记载 当时秦始皇觉得自己不行了 在病危之际 他写下了遗诏 要赵高派人送给在北部戍边的扶苏 正式决定了要立扶苏为继承人 可能秦始皇也观察到 胡亥不是那个当皇帝的料 秦始皇帝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以兵属蒙田与丧 会咸阳而葬 秦始皇在这封诏书里 要长子扶苏 把兵权交给蒙田 赶往咸阳主持自己的丧葬典礼 但是诏书写完 还没有来得及封给使者 秦始皇就撒手人寰了 这封诏书和秦始皇的玉玺 都握在了赵高手里 赵高当时既是中车府令 又是行府喜事 什么是中车府令呢 中车府令是皇帝专用车队的队长 专管皇帝的车马 这是急受信任的官员 才能担任的官职 官名再加上中字 就意味着他可以出入皇宫 行府喜事 福是皇帝调兵的福姐 喜是皇帝诏书上 家印的玉玺 行府喜事 是专管皇帝调兵福姐和玉玺的官 这个职位呢 也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来担当 大家不用解释 一听就知道 这两个职位是多么的重要 赵高一个人就兼任了 这两个重要的职务 说明秦始皇对赵高是非常宠信的 可是就是这个赵高 用利害挟持了李斯 把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封锁了起来 又说服了胡亥 造了个假诏书 命扶苏自尽 也害死了大将蒙田 就这样胡亥继位了 成了秦二世 后来最终导致了秦国的灭亡 印证了灭秦者胡这个称语 此事后话 秦始皇史称千古一帝 短短的一生中 秦始皇顺天时得地利 以风卷残余之士一统中国 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 立下了千秋伪记 没有它统一文字 我们中华的文化承传 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它统一货币 统一度量衡 那就说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这个统一比欧洲货币统一为欧元 早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奠定的肺分封至郡县 被之后的朝代延期 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他被后代历代帝王名人所追宠 后来的汉朝开国之君 刘邦发迹之后 一直自视为秦始皇的继承人 他临死之前 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 表明自己对于先烈伟人态度的诏书 这个诏书建于史记高祖本记 书说 秦始皇帝 楚隐王陈舍 魏安黎王 齐民王 赵道湘王 解决武后 御守种各十家 秦皇帝二十家 魏公子无忌五家 说的是楚隐王陈舍 就是发动大则乡造反的陈胜 其他魏国的安黎王 齐国的民王 赵国的道湘王 都和陈胜一样 分别设置十户的守墓人 给予世世代代的祭祀 魏公子无忌 不是帝王 而是刘邦所敬仰的人物 特地为他设置了五户守墓人家 唯独秦始皇 他的待遇高高在各国君王之上 二十户守墓之家的设置 明显地表达了刘邦和汉王朝 对于秦王朝和秦始皇格外的尊重 绝无丝毫的不敬和怠慢 对于千古一帝秦始皇的伟大功绩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 近代平一天下 拓定边方者 为秦皇汉武 唐朝大师恩李白在诗《古风》中也写道 秦王扫六河 虎是河雄灾 徽见绝浮云 诸侯进西来 明段自天起 大略驾群才 收兵驻金人 寒谷正东开 民宫会击岭 逞望狼牙台 而民国史学家柳怡正的评价是 盖嬴政称皇帝之年 十前此两千数百年之结局 异为后此两千数百年之起点 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 但后来的两千年间 许多文人默克政客 或出于自己的私心 或误信谎言 对秦始皇多有诽谤误导之词 现在该是我们正视历史 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传统文化节目 关于秦始皇的故事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了 希望您能够喜欢 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反馈和建议 在将来 我们还可能根据历史事实的不断揭开 事实的充实我们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